花林仙议员林元复日前招妻子 也就是新城乡代会主席陈秀玲 砍伤左臂一事 在地方是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不过呢在26、27号的上午 花林仙议会临时会上 林元复是自己爆料招砍的原因 竟然是感情纠纷 而介入他们夫妻感情者 竟然是简安分局长张思汉 林元复更是指控 无兴分局长吕吕勾引他的妻子 在妻子砍伤他之后 还指导作笔录 将预谋杀人案 以家保案件来办理 林元复称已经报案 请静待司法裁决 我老婆去上海 团费帮他出 拿一万块给他零用钱 回来开开心心的 把他大包小包说帮他拿去三楼 包包怎么多一只手机呢 下来询问他 手机联络人一个 吴思汉 LINE的联络人唯一 一个也是吴思汉 老婆你这个 电话里面是谁啊 他说就分局长 你为什么 私底下有一只手机 跟他是专线联络的 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联络了吗 就讲电话而已有什么 就传照片而已有什么 你母亲在买一只电话 跟人家通电话 整天你来来来去 你逗得到吗 你天天打电话给我老婆 跟我老婆讲电话 讲到半夜十二点 干什么啦 叫你去洗澡不洗澡 滷滷滷半天 滷二三十分钟 干什么啦 四月十九号 老婆 你十一点半 你知道我老婆才回家 我在门口等她 谁站你回来 分局长吴思汉 去哪里 去宿舍 为什么在宿舍 还有到十一点 有脸没有脸啊 吴思汉 遇拐人情 我不晓得这个谋杀 这个私报者 这个报案整个过程的笔录 处理的程序 分局长吴思汉 你下了什么指导棋 怎么会变成家暴案呢 明明是凶杀案 你用家暴处理 还申请保护令 分局长吴思汉 你还关心 申请保护令的进度 对于县议员林元夫的控诉 县警局指出 警方在六月二号 下午两点多接获了林元妇检举 吉安分局长与他太太交往甚密 以至于家庭夫妻失和 衍生出家庭暴力一案 随即召开了风机会议 本局在六月二十四日十四时 接获我们辖区的林逸远检举 检举我们本局的吉安分局长 跟他刚刚的太太交往密切 以致家庭失和 延伸家庭的一些纠纷 还有暴力 随即我们就召开了风机会议 并且指派刑大 还有副幼队专人来接办 吉安分局在六月十九号的承办的 有关林逸远家庭的一个家暴 还有刑事案件 并且在六月二十六日下午的三点 完成了林逸远相关的刑事案件的提告的一个程序 还有相关的笔录 现阶段我们针对检举的内容提供的试证 那我们秉持误网误众 详加调查 那武汶局长目前就还是 在目前的部分就见后调查 那我们会把调查的结果 如果确实有涉及违法 或者涉及有违纪的情形 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责任来做惩处 记者综合报道